来 这都几点了 还来不来啊 你再喊大声点 这都几点了 天都来了 别急 第一 主要是 我说你刚才想要不干啥了 赶紧把买买业下来去 少喝点 一会儿喝多了 闲人来了都架不住 是他们 别走 周围来了 你准备好了吗 看我的 我电话 一会儿子 别动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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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着牌 醒劲啊 不冷了 夏总您喝点什么 不用了 静音 怎么了 孙总怎么了 怎么把他给开了 我正要去找你汇报这事了 这个孙总啊 在工作上有重大失误 我认为他不再适合 咱们公司的发展需要 所以就让他离职了 什么重大失误啊 他否决了一个非常好的投资项目 对公司造成了损失 好 新蒙响 对 不是说投资额度太低 不符合公司的投资策略吗 咱们地融宝啊 融资量特别大 原则上投资项目 不能少于一千万 但是凡事都可以变通吧 他既然是你的朋友 那我就给他投个一千万 不就解决了吗 你 赵总 新蒙响的融资需求是三百万 你给他们一千万 对他们来说未必是好事 那就麻烦你的朋友 重新做一份一千万的商业计划书 就好了 赵总 我觉得你这样未免太儿戏了吧 我没有儿戏啊 静怡 我特别认真 我非常非常看好 这个新蒙响的发展前景 更何况 他还是你推荐来的项目 赵总 我当初再三强调 不要因为是我推荐的 就搞什么特殊 你这样让我真的很难做 而且对公司的发展 也会埋下危机 行了 行了 静怡这些我都知道 相信我 我们的投资标准是不会变的 任何人包括我推荐来的项目 都会严格按照标准来评估 但只要你夏总不一样 因为你是地融宝的创始人 没有你 就没有地融宝 公司上下所有员工 都要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我这也是帮你 树立你在公司的背信吧 可是你这样 恐怕我在公司更难服众吧 谁敢不服 谁不服 下场就和那个孙总一样 开公司就想打仗 必须要绝对服从 一个将军下了命令 底下的军官不服从 这仗能打赢吗 可是 别可是了 这方面我比你有经验 你就听我的吧 对于我们公司 一千万不是个大数 就算这个项目全部赔光 又能怎么样 对我们没有任何影响 但是造成军心的摇摆 领导发号施令帖不听从 这是多少一千万也就回来的 我就是要让大家明白 这个公司 到底要听谁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没问题 我肯定参加 好嘞 背头 一会儿我下午请个假啊 又录节目前 好久都没露面 最后一期 怎么着也得善事善终吧 做节目你倒知道善事善终 当警察怎么不善事善终呢 我可听说了 你又给楚东阳第一次报告了 当初我答应你帮忙破这个贩毒案 现在案子也破了呀 好 就算你觉得死的那个 不是那个小青 可现在关键是我们插不上手啊 我是真的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 善子 你警灵有二十几年了吧 二十三年了 就是啊 再熬两年 申请提前退休多好啊 什么都不耽误 你何必这么着急忙慌的呀 哎 我有实际情况 什么实际情况 不就是为了钱吗 善子 你要知道 有些东西真不是钱能买来的 是啊 有些东西不是钱能买来的 哎呦我去 还等啥呢 我去 哎呦 找了 找了 这破车太折腾人了 背头 赶紧的 申请换车 都被打入冷宫了 还换车呢 有四个轮子就不错了 不远了 就在前边 走走走走走 咱要找了这谢永达什么人啊 距离实业的法人谢永顺的弟弟 谢永顺非法集资三千万 这么有钱 不把他弟弟接到城里去住啊 兄弟不合呗 兄弟不合 那咱找到这谢永达也没用啊 不会有有价值的线索 咱应该直接去找谢永顺 这种主角干的活 都是省厅的探组负责啊 咱们就是侧面突破 那这灵难太不地道了 说什么让咱们露一手啊 震面子啊 就给咱们派这种活 这种事也不能怪人小林 省厅下来的比她还高半级呢 对了 小吕呢 咱一个探组子 怎么不跟咱一块行动啊 龚阳啊 让她跟着陈阳他们了 说要学习先进的办案经验 真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了啊 这大冬天的跑到海边来吹海风啊 别废话了 咱都打听吧 大爷 麻烦个事啊 你看看这个人你们认识不认识 没见过 你看这个人见过吗 好像是在前头吧 是吗 在前面是吧 走吧 走吧 家里没人 邻居说好几天都没见到人了 冻死我了 我们也一样 那几个人都说 这信用大家一个多星期 没露面了 有联系方式了没有 留了 他们说见到人就会通知咱们的 走 这一趟非动感冒不可 来点这个 来点这个 防去动业 拿过多了 你们俩 办案纪律呢 纪律是死的 人不能冻死啊 你们俩呀 我不喝 一会儿我开车 我车呢 刚才是停这儿了吧 是啊 我去他个大脚直动呢 警察的车也敢偷啊 咱俩也太背了吧 就拿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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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这是规定 你们车停在这儿多久了 我们大概是十点钟到的 发现车不见十一点半左右 我说 你就把那片监控给我们调出来 让我们看一下 别的你什么都不用管 不用我管 那你们来报警干吗呀 你们是干什么工作的 街道办事处的 哪个街道 南城区 新华街道 干部 不是 不是 我看您这形象挺像干部的 就是个普通办事业 这两位呢 我是市主 你就登记我的信息就行了 南城区的跑北郊干吗来了 我们来找同学玩 我们几个都是同学 中学同学 对对对 把你们俩身份证拿出来 把你们俩身份证拿出来 我跟你们说啊 调取监控不是你们想看就能看的 不然派手都成什么了 自由市长啊 对 您说得对 行 什么证据说好 跟我来吧 好 有点 啊 不了吧 前后不超过五分钟 左上角画面 放大 你快进一下 侧门是坏 拖车的人你们认识吗 你把这段倒回去再放一遍 我们派出所呢 回头调查一下这档皮卡 你们呢也别着急 回去等消息 只要是车牌在 肯定能帮你们找回来 谢谢你啊 小同志 老许 我们正在找一个嫌疑车辆 银色皮卡 那个车牌号是 平AC0603 平AC0603 你给我查一查 从上午十一点到现在的所有行程 好嘞 谢谢啊 交通队的许大脑袋 等信儿吧 来到我们直播间了 名字叫小狐狸 那我再介绍一下我的炼烟刀吧 这把炼烟刀呢 又称为风魔斩 可以使出风魔斩的大绝技 加上我犀利的眼神 是不是特别给力啊 好 恭喜629的这位朋友啊 得到了这把 强大的炼烟刀 强大的炼烟刀 好了 各位新闻 快到中午了 我们下午两点 直播继续 拜拜 你怎么来了 我带你去买身 西服 对 西服 什么西服 周末我们公司要开大兴答谢酒会 你们一身现在的西服怎么行 你们开酒会 我就不去了吧 新梦想是我们公司投资的项目 那你作为新梦想的投资人 创始人 你能不出席吗 什么 什么 你们不是不给我投了吗 三百万当然不给你投了 看看 我去 一千万 静怡 是不是因为你才 不是 你别误会 跟我没有关系啊 是我们公司投资部的决定 可是 给我这么多钱 我也没地儿花呀 说实话啊 三百万 我也是咬着牙 大着胆子抱的 这人怎么那么可爱啊你 我跟你说 你想想啊 其实这一千万呢 对你来说并不多 只要你抛开你这些小作坊的思维模式 你想想 你有了这一千万呢 你可以扩大公司的规模 去买知名动漫的周边开发版权 那这样你的生意不就上一个台阶了吗 还有 你可以看看这全国有多少跟你差不多的这种动漫周边产品的工作室 你可以入他们的股 甚至把他们买下来 这样你在这个行业里就成为最大的龙头 所以我跟你说 这一千万它不是钱那么简单 它是一种发展模式的升级 所以如果你要把公司做大的话 我觉得你现在就要开始看一些经营管理方面上的书了 过几天我给你拿几本过来 走了 去买衣服了 走 走 走 我 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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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一身怎么样 这身帅 我看看 不过虽然刚才那些 就土豆骚得比较符合你的气质 但是我喜欢这个 很帅 就它了 这衣服太贵了 崔总 你现在都身价千万了 这点钱你还不舍得 要不是因为时间紧的话 我觉得应该带你去量身定制一套西服 不是 你不知道 我之前没有穿过那么贵的衣服 穿在身上不自在 自不自在重要吗 重要的是帅 你以为那些女生穿高跟鞋舒服呀 就它了 马丹 好了吗 包机好了吗 怎么办呀好价 换两点 我听听声音 要不行就开走 再加点吧 行了 这不值钱 这车 行吧 走了 老长 老林 来来来 哥 我把车拆了 喂 别动 好 谢谢啊 喂 老许 对啊 好 好 我知道了 谢谢 北郊废车厂当废铁给卖了 我这笔偷车 喂 哎呦 喂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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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停 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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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同志 我真不知道这是警车 你买车不看手续啊 账车你也敢收 货脏烧脏 快做人 您知道吗 我真的不知道 这车是他们偷来的 再说了 你说谁偷不偷好车呀 谁会偷这块包废的破车呀 我是真的不知道 再说 我 我真的不认识他们 少废话 给我装回来 送来的时候什么样子 给我原封不动地 恢复成什么样子 少一颗螺丝 我要你好看 好好好 开着的时候嫌他破 让他们给拆成这样了 我这心里还怪难受的 黑白棍子 什么时候变得 这么多愁善感了 这车从咱们探组成立 就跟着咱们到处跑 没想到还有这么一难 喂 喂 你好 我是市局的 现在有个案子想交给你们办 买脏消脏 对了 我怎么觉得这么一拆装 这车比原来好开多了呀 原来那是快散架了 回去送到警报处 赶紧休休吧 三叉及又多了一个黑历史啊 出来办案 车让人给偷了 这要是传出去 这事就咱们仨知道谁会说出去 对 还好及时找回来了 这事啊 咱们就当没发生过啊 都给我烂肚子了 大司 回来了 走 上我们家吃饭去 吴大妈 我们家也有饭 那不是有饭还得做呢吗 张华哪有时间给你做饭呀 我跟张华说了 一会儿上我们家吃饭去 他忙什么呢 他忙着给大家忙福利呢 我跟你说吧 地中宝推荐会 名额只有三百个 我们那些投了资的人呀 都想去 行 我先回家看看 那你一会儿上 我们家吃饭去啊 来 这是姓名 电话 地中宝的账号 卡号 你们先把那个卡啊 都准备出来 还有身份证啊 一会儿我们就快一点 这个 填在这儿 好了 你可以了 回来了 我先忙着啊 来 下一位 来 填 对 这个 你别乱翻 我给我弄乱了 我今天没时间做饭啊 赶紧去点外卖 快点 好 好 都没办法 没事 你吃饭了 怎么回来了 我看一看 你说 那我也来一份这个 这有好些啊 来 尝尝这个 来了 花儿 什么情况 忙着呢 回头再跟你说 别别别 你别坐这儿 起来起来起来 那两位 这事儿就好了 您请坐 好 起来 坐这儿啊 你帮我拿出房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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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都点好了啊 点好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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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来 排骨 土豆 里面里面 端里面去 马上就来啊 来 来 来 小炒肉两份 快点 静怡啊 事业刚开始了 你别老给她添麻烦 我没给她添麻烦 我在帮她呢 静怡公司啊 开放日啊 要请出了钱的投资者 到他们公司去参观 这也是在考察 他们公司的项目啊 这不 刚才那些人 都是投了钱的 他们知道了 跟静怡的关系 所以 都上我这儿来报名来了 这么多人 在小区一共四十六个人哪 都投了多少钱啊 吴老师最多啊 投了三十万 别的少的是一两万 现在这种金融理财 爆雷得挺多 你也提醒大家理智一点 别老想着那些挺高的利息 资金安全最重要 又来了 别的不放心 静怡的公司你还不放心 静怡可是这一欧一把手啊 所有的项目他都在把关 而且地融宝产品 是可以随存随取的 这不 人家公司搞这个开放日 不就是要让投资者 去他们公司考察项目吗 陈性透明 这样投资者的心里 就有个数 弄得你跟他们的业余 推销员似的 你呀 就是职业病 你觉得什么都可以 你别忘了啊 这是咱干闺女啊 静怡的事业 咱不支持 谁支持啊 开源聚裁零风险 金融宝 给你一个未来 他们这力度 这宣传力度真够大 开源聚裁零风险 金融宝 给你一个未来 哪儿哪儿都是他们的广告 这里花多少钱呀 三百五十万 多少 三百五十万 一年包餐 只要是地融宝的员工 凭那个员工卡 家伙这刷卡就可以吃饭 一顿饭 五十块钱票准 一顿饭 这么多 那你这儿不就成了 他们员工食堂啊 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要说呀 静怡这姑娘 还真的是挺仗义的 你就说他们公司 其实离我们的餐厅 还隔一个马路呢 根本不是最近的 但是前天呀 静怡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说是要把我们这儿 安排成她的员工食堂 我当时都没听明白 我还说 好好好 欢迎你随时来吃饭 结果到了下午的时候 就来了一个 穿西装 打领带 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人 还带了俩助理 然后一来呢 就递了一张名片给我 我一看 地融宝公司行政总监 说是代表夏总 来找我签协议的 这么正式 谁说不是呢 把我都弄懵了 后来这协议就签了 第二天 第二天 头期款一百万 就打到仗里上了 一百万 那他们公司有多少人 上这儿吃饭 一百七十多人吧 这么多人 你这儿坐不下呀 谁说不是呢 今天你也看到了 根本坐不下 我跟你说啊 我有个想法 我准备把这个房子 左右的都给盘下来 然后打通 其实我早就想装修了 一直都没有逮着机会 还有那后厨 我觉得至少加四个灶 还得再加点人手 要不然根本忙不过来 那你这儿彻底就是人家食堂了 餐厅还是餐厅 等过了饭点呢 我还可以招呼其他的顾客 你说我这干餐厅十几年 从来没想过说要把自己的餐厅做到多大 但是这回没想到 一不小心搭了互联网的顺风车了 我想好了 等到第二期款到的时候 我就在那个最繁华的CBD 再开一家分店 你说静怡吧 这回倒是打开我的思路了 我决定 以后呢 我就接这些大公司大企业的食堂业务 你知道 就这些白领上班族 觉得最麻烦的是什么吗 吃饭 一到饭点 你知道那手机刷刷刷刷刷 好不容易把餐点好了吧 还得等送餐 打得像咱们这儿啊 食谱固定 既营养美味又干净卫生 而且同事们在一起 还可以聊聊天 还可以八卦八卦 你说我这创意是不是特别好 你信不信 我这一努力呀 说不定就创出一品牌来 打住吧 越说越不对劲 你干吗呀 怎么了 你说你当初开这个饭馆 你图什么 图钱吗 不是吧 你图个乐 来吃饭的都是朋友 都是熟人 多高兴啊 你现在好啊 你是挣着钱了 可来的这一耍都是西装白脸 坐下就吃 吃完就走 谁都不认识谁 有意思吗 最重要的是 你这儿少了你这个 陈南旧式的人情味了 棍子 你在这社会上混了十几年了 一直没婚明白 直到这两天 我才想明白了 人最重要的 是要拥有自己的事业 是要拥有自己的事业 你明白吗 自己的事业 我不是单纯为了赚钱 我是为了那种成就感 是不是觉得特别耳熟 这是你曾经跟我说的呀 你说你当警察 不是为了养家糊口 是为了那种抓住坏人时候的 成就感 告诉你 我现在特别能理解你 成就感 老板娘 现在还能吃饭吗 你融饱的吧 怎么加班加到这么晚啊 能吃 能吃 来 来 来 去 这就是谢永顺 工商登记的信息 他就是聚力实业的法人 我想大家也都不相信 他就是那个非法 集资三千万的嫌疑人吧 我们昨天啊 在平安东郊下面 一个小县城的村子里找到了他 他就是谢永顺本人 我想大家应该明白 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吧 谢永顺告诉我们啊 三年前他的侄子谢春宝 借走过他的身份证 而聚力实业的创办日期 就在三年前 我想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 有这么一个疑问 聚力实业在创立之初 就找了这么一个农村老汉当法人 可见他们一开始 就没想做正规经营 这小子说话劲劲啊 像我想起了我的小学老师 我想大家应该清楚 现在这个案子的关键人物 是谁了吧 就是谢永顺的侄子谢春宝 也可以说啊 找到这个谢春宝 我们就能查到 喜情案那三千万的根 也就能查出 整个非法集资的团伙 我想陈警官应该知道 谢永顺有几个兄弟吧 那就是谢永顺 谢永利 谢永发 谢永达 顺利发达 那我们的嫌疑人是利发达的 哪个的儿子呢 就是让三叉吉老三位 找到那个谢永达的儿子 不知道三位前辈 查到什么线索没有 我汇报一下工作 昨天我们已经去了 海边谢永达的家 不过这个谢永达呢 一周之前就再也没露过面 后面我们会继续跟进 好 现在这目标就明确了 先找到谢春宝 各探组呢分头寻动 有什么情况 好 直接向我和陈警官汇报 陈警官 没什么问题 咱们散会吧 对了 还有一件事 崔师傅 平AC0603那辆银色的皮卡车的车主 已经找到了 现在车在北郊分局呢 他们对偷车的行过共认不讳 是 我是觉得啊 虽然车已经找到了 但是这么大的事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上报啊 外部官人员可以散会了 这事催促 我咱们私下交流就行 什么情况 小事一桩 大家在办案的时候啊 都会有些小状况 为什么得把车给弄丢了 还有这种事 你胡说什么 我们那车室坏了 送去修了 我说崔师傅 你们去派出所报案 为什么不亮明身份啊 你们去派出所报案 结果人家找到竞争队 现在弄得我们也很尴尬 现在弄得我们也很尴尬 你们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在街道办事处工作 哪个街道 南城区新华街道 干部 不是 不是 我看您这形象挺像干部的 就是个普通办事员 这两位呢 普通办事员 我是事主 你就登记我的信息就行了 出声尾 出声尾 我们那辆车的侧门是坏的 锁不上 偷我们车那俩小子呢 是从侧门上的车 松了手刹 用拖绳 把车给拖走了 不要跟我强调理由 怎么得叙事哦 我哪点说得不对啊 最令人气愤的是 你们丢了车 不立刻向组织上汇报 竟然冒充身份去派出所调监控 我们还不是想着要早点把车找回来吗 这是无组织无纪律 你们自己说说 自从我调到竞争队 你们这是第几次犯纪律了 这次要不是陈阳他们发现 还真被你们门混过去了 我们想着车也找回来了 就别惊动领导了 不想话 这可是警车 我命令你们 马上把车送到市区维修厂 做全面检查 是 你是什么态度啊 那个 楚政委 您原谅他 肺耳大 前列线不太好 憋不住尿 潘师傅 请你严肃点 好 主政委 您也别多说了 我是这个探组的探长 出了这种事 责任应该我来承担 您说吧 该怎么处罚 我都接受 我不接受 本来就是咱们理亏 这楚东阳也没怎么着啊 让媳妇检查就不错了 是 他还想怎么着啊 咱们都已经被打入冷宫了 扯着是神风电火的 咱们都已经被打入冷宫了 那个是神风电火的 你怎么着想要起我 你怎么着想要起我 你说啊 非要在会上点咱们呀 这不故意让咱们出丑吗 这下好了 不但丢车 还丢人 我去他个大脚直斗的 没招他们 没惹他们 把办公桌都让出来了 还怎么着 还冲咱们来 你说你小点 干什么 棍子 你轻点行不行 这你还不明白吗 这叫立威 人家省厅下来的搞这一套 那是门清啊 你说咱们竞争队专案组 谁有多少分量 人家一眼 那就电量出来 咱们专案组 谁能说得上话呀 林楠 楚彤阳 背头咱们几个吗 楚彤阳那是跟他穿一条裤子 林楠虽说是队长 但级别比他低 那不就剩下咱们仨了吗 那不就得拿咱们仨来开刀吗 再说 咱们三叉起名声在外 把咱压下去了 那他的威名 不就立起来了吗 有道理 还是你看得明白 清他在这下背 搞得跟谁肚子里的灰虫似 你这是什么话 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 有嘴的地方就有上中下 我说 咱们这次还真不能轻敌了 一将功成万古枯 前面流血牺牲的没名没姓 最后插旗子的名垂青石 咱就拿咱这次洗钱二来说吧 到现在 谁还记得是咱们仨在那别墅里发现了三个亿呀 谁还记得呀 专案组成立到现在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案子了 我就不信这案子有多难破 非得从省厅调人下来 这不明摆着吗 借着咱们的胜利果实啊 人生在世啊 就像是一场体操比赛 甭管前面动作多炫 难度系数多大 最后落地那一下 扎击 摔个大马趴 前功尽弃 我说咱们咱别倒了倒了 晚节不保啊 崔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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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会上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这个人啊 性子直 他们都说我是情商比较低 这丢车的事 应该散会私底下 跟你们沟通就好了 当时一着急 你说我 嗨 没事 本来就是我们做得不对嘛 你们不是还帮我们 抓到偷车贼了吗 我们得谢谢你啊 您看去 这接下来找谢春宝的事 还得仰仗三叉鸡老三类 这你就见外了 咱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 不说两家话 好 那您三位先吃 我先走 让你坐这儿了 你还不跟着你新师傅一起去呀 什么新师傅呀 我师傅就您三位 不 你还知道啊 我当你把我们这三个老家伙 早给忘了呢 怎么可能啊 我也是听楚政委安排 临时去给他们当跑腿的 这三个老家伙计划 说说 说说 跟沈亭来的前辈 都学到些啥了 就这几天 我还真没看出他们有什么过人之处 不过有一点我还算佩服他们 是什么呀 就是他们还挺自律的 这仨人每天早上都五点钟起床 跑五公里 风雨无阻 还有就是他们每顿饭都算卡路里 一口都不多吃 省厅下来的就是讲究是吧 你怎么不跟着他们去跑步啊 我 我早上起不来呗 你为什么起不来 你为什么这么自律 你为什么不算卡路里一年 坐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是你忘记我心意 如果你问我将要去哪里 带着什么目的 穿过黑暗 守一个黎明 总有人先离去 没什么值得可惜 不散步也行 给善良一个结局 给自己 一个是你 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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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忘记我心意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